有了 早上 晚安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6月9號的 開運健殿團之 開運週報之 千萬不要跟我搶男朋友 謝謝 會故意對外宣誓 男友明草有主的女生 是哪些星座呢 她老公去哪裡 她就去哪裡 但是她去了以後 又朋友 不干涉她 但是她如影随形 你會知道你看到她男朋友 就是會看到這個女人 她永遠在她身邊 但是又離她100公尺 然後你就有點 不知道她有沒有被監控 她有沒有被監控 可是你只要稍微 有一點點靠近她的老公 她馬上就出現 哈囉 有什麼事要我服務嗎 你是感情當中的笨女人嗎 可是她男朋友就是個白臉 你知道嗎 就是小 不是要白 對不起… 她是白人 然後OK… 而且最重要我剛剛講過 小白臉沒關係 不要說她沒出去 你去養她 所以這個才算是我的這個 對啦 是許淳美的那一種 講那麼清楚 那是明道的 色彩占卜要幫你預知 下半年你會有新戀情嗎 那如果有對象的人 可能他就會遇到他生命當中的一些 可以聊天 可以幫助他們的一些伴侶 但是就會有一點點第三者的問題了 所以要注意 真的 那如果沒有的話就恭喜你 你在這段時間呢 就會遇到一個很有責任感 而且溫柔的人 這個人有可能呢 是比較… 另外要公布 6月12到6月18 十二剩下的整體運勢 十二星座下週的整體運勢 也不要錯過囉 好 兩位來賓好好介紹一下 歡迎柯宇柔還有韋柔 哈囉 柯宇柔大家好 歡迎兩位年輕的小妹妹來到我們的節目裡面 是 沒有 柯宇柔才算真的年輕啦 對啊 對 我很年輕 我二十年 好小喔 嚇到你們啦 還在練書的年紀嗎 對 而且柯宇柔是第一次來到我們的節目對不對 對 而且在這個友台啊 就表現得很好 好 常常都會來上那個順口6 對 我今天也準備了一段 阿泰 阿泰 好 來囉 太硬見定真好啊 中式西式樣樣磚 家簽主持笑道飯 全家收看保平安呀 保平安 不錯耶 沒想到 就是沒想到現在那種 七年級的年輕小女生 可以用順口6闖江湖耶 很傳統耶 那順口6當初是你自己想的 還是什麼的 就是有個點子 想說玩那個順口6這種東西 還滿好玩的 對啊 因為我每天開場 都要想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Rap那些都有 好同意 就是非常沒有跟不上節奏的Rap對不對 對 然後一般就是唱歌走音那種 好像變黃飛了 真的耶 我覺得現在啊 有很多年輕人上節目 他們都很敢秀自己對不對 然後也不會像以前那樣 就是保持一個 育女的形象出現 現在育女吃不開了 家簽妳就是一個例子啊 那他就是從育女然後轉 解放了 你看現在變得多好啊 對啊 我整個都開起來了 對不對 對 雙牙舞爪什麼都來 所以你看人家 韋汝算是走這個搞笑路線 可是藝人喔 這個生活比較不穩定 對不對 這個工作量啊 有時候這個早上 晚上嘎戲的時候 比較生活上面比較不太一樣 跟一般人不一樣 還有另外一個職業 跟我們差不多那叫空姐 空姐的生活對不對 空姐的那個生活 作息也都不一樣 兩三天出國一下 然後飛機什麼什麼之類的 所以那些空姐啊 不太敢回家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她回家的時候 她比較擔心她男朋友 是不是會在床上有 跟另外一個人在一起 或者是說呢 這個回到家會看到什麼 不該看到的景象 或是發現到 不該發現的事情 所以他們曾經回家的時候 都會 心裡面都有一點忐忑 然後都會煩惱 所以我想問一下 就是你在工作的時候 尤其是那個 虧以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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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常常出外景 如果說你 你今天交一個男朋友的話 你會不會擔心這個事情 擔心啊 假如今天我是跟他 一起住在外面 我就會蠻擔心的 擔心因為我是住在家裡 對 對 那我覺得 也不太可能一回國 就馬上衝去他家 檢查他的房間 應該是馬上衝去他家 開始 我覺得就是出其不意 這種才容易抓到 就比如說 告訴他18號回來 其實17號就回來有沒有 這種耶 出擊檢查 我18號那幾點的飛機到 但其實我17號就到 如果就是我會擔心這事的話 我會用這樣的方式 那那個韋汝妳呢 我比較不會擔心 因為我覺得如果說我男朋友 今天出軌的話 我就會把它丟掉 因為我覺得不值得再繼續愛他 對 如果你發現你周遭的朋友 對你男朋友有意思 你們都會怎麼 如果我覺得他是很刻意的 就是是有心機的 對 我就會從一些小地方 稍微給他下馬威一下 真的嗎 妳會怎麼樣下馬威 就 就比如如果大家一起出去玩 我覺得 像我們最常去的什麼KTV有沒有 大家可能是不是會喝一點酒 沒錯 如果我就會無意間發現 我這個朋友 他可能會自己黏著上來 不然是 怎麼老在那邊跟我男朋友 乾杯的話 就 我來了 我來了 就把他添過去 就是可能會稍微 有沒有 稍微 我跟你講 我來 我跟妳喝 妳不要在那邊灌我男朋友 我男朋友酒量不好 妳跟我喝 我跟你講 我跟妳拚了 來 對 對 就我會稍微讓他稍微警惕一下 對啊 可是我覺得有些女孩子 他就為了要預防 男朋友被人家搶走 他有事沒事他就會強調說 這是我男朋友 其實通常如果朋友一起去 他一開始就會先介紹 對 可是有些 有些是故意會做出比較親密的動作 然後就跟他很好 有些可能他就是會種草莓 種草莓有很多 有些人是會種草莓 很幼稚耶 可是真的有些種 真的有啊 我覺得好幼稚喔 因為我們之前有看大S身上有種草莓 沒有…你知道 這樣我可以諒解 因為他男朋友年紀比較小 真的… 對 我之前有些女孩子 他為了要去確保他自己 他跟他男朋友之間的關係 那也要去預防這個 有些人他會故意來那個挑釁的 故意來弄妳男朋友的 他可能會做一些舉動出來 對 所以問一下我們的唐石蟲這個星座 來看一下 到底什麼樣的星座 女生會故意對外宣示 這個男朋友 他是明花有主的喔 來 明草有主 明草有主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女生的太陽跟火星了 因為火星比較有戰鬥力跟攻擊性 會主動宣示 所以太陽火星很重要 那這個 柯儀柔妳是天秤座 火星在獅子座 所以看看獅子座啦 還有天秤座有沒有上榜 你就知道了 那薇如呢 妳是射手座 火星在天秤座 所以看射手天秤有沒有上榜 那妳火星在雙魚 是 太陽在雙子 那我們的那個 保玲老師是獅子座 然後火星呢 是在竹女座 那我們就來看看啦 誰會宣示主權 誰又不會 第五名 太陽火星如果落到了 我們在座沒有人上榜 那就是 巨蟹座啦 真的 對 巨蟹座呢 就會非常積極地去認識對方的父母 所以她宣示主權的方式就是 我在妳父母心目中的地位 常常時不時提醒說 我們去回去看妳媽吧 跟自己的男朋友這樣宣示 也動不動就在那些女朋友 就是其他人 如果有一堆鯊魚圍過來 巨蟹座就會開始提到說 上次我幫妳媽買的那個東西 我什麼時候再拿給她比較好啊 讓其他人知道說 知道 跟家人的關係 就是用家人公式 你們跟她好沒有用 我跟她媽媽已經很熟了 這個方法真的很優秀 很好用 可是妳聽得出她畫中有畫 機械座就是用這個方法 讓妳打退堂鼓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四名 宣布對方明朝有主的是誰 太陽火星如果落到了 雙子座 黃小姐 我會怎樣… 雙子座的人就是那種 無形的圍裡把男朋友團團的包圍 各式各樣的方法 比如說她也會整整男朋友 讓男朋友知道說 妳給我乖一點 她會說妳去玩 妳去玩 去跟其他人玩 對 我也有很多男生追 我也要去玩了 Bye Bye 要讓男生來黏她 光是這一點 她就把男生吃死死的 那如果旁邊有人 想要喜歡她的男朋友的話 她也不會去警告或幹嘛 她會說喜歡啊 要不要我幫妳介紹啊 或者是 妳很喜歡我男朋友對不對 一語戳破 讓那女生再也不敢來 對 我們來看前面就不怎麼迂迴了 第三瓶太陽 或者是火星如果落到了 對 我們來看前面就不怎麼迂迴了 第三瓶太陽 或者是火星如果落到了 可以敬 보여�你的火星在這裡 你剛剛的表情就是一剧 或保齡人是不是 對 對 保齡人 Clan事是水 當然啊 那 thirst就已經呆掉了 就是呆 因為她沒有別的辦法 她就覺得說妳太過分了 她剛開始還可以 讓男朋友跟大家打成一片 大家亂玩一通 他也沒有想太多 他心裡講你是我的男朋友 我不會怎麼樣 你應該也不會怎麼樣吧 一直看到 一直到 看到譬如說哪個女生太過分了 太明顯了 事實上就會用 威脅對方的方式 就一屁股坐下來 然後開始左右顧看 就是不要來動我的東西 可是他自己也沒有什麼心情完了 然後還會留給人家 胸巴巴的印象 就是這樣笨 所以才第三名 250至上還有兩個星座 會直接來的 韋茹他還沒有 韋茹沒有 你已經上榜了 太陽火星如果落到 第二名是 天蠍座 天蠍座一定會 一定要先進去出現 天蠍都心機很重 才不是心機很重 我們就是直接來了 天蠍座就是 我要是能跟 我就寸步不離我男朋友身邊 怎麼可能離他遠一點呢 我去上個廁所 我都很擔心哪個女生 把我那個位置給補上去了 那如果我不在的場合呢 所以你知道天蠍座就會想要在他身上種草莓 這樣別人就搶不走啦 對 然後他能做到什麼 讓人家看得出來他有女朋友 他就盡量做 對 而且就算是全程黏在男朋友身邊 他還是不放心 他一定要表現出 我們有多親熱給你看 是喔 所以他就是那種 譬如說大家唱KTV的時候 或者大家在一起聚會的時候 他如果膽子夠大 或者是男朋友願意配合 他就會常常 那親我一下 對 親一下也表示說 你看我們感情有多甜蜜 其實是親給大家看 或是男朋友在唱歌就一直抱著他 對 在旁邊這樣小鳥依人的抱著他 對 不懂不懂 或者是夾菜啦或幹嘛 然後男朋友絕對不能夠對別人太好 任何一點點好他就會吃醋 喔 是喔 對 然後就會生氣 然後男朋友一安撫心情又好起來 就又甜 所以用這個來控制男朋友 就是說你一定要對我好 你只要對我好甜言蜜語啦 或者稍微態度好一點 我就給你甜頭吃 你對我稍微有一點不注意 我就給你苦頭吃 用這樣來訓練男朋友 對 所以韋汝還沒有上榜 不知道是不是那個臉 韋汝這邊不是我嗎 太陽火星如果落到了 抱歉韋汝你沒有上榜 是黃嘉倩又上榜了 雙魚座 太像了 火星在雙魚座 我告訴你什麼方法都有啦 雙魚一定有的啦 對 沒錯 雙魚非常擅長用迂迴的方法 可是他又有那種天蠍座的黏靜 因為都是水象的 因為雙子座的聰明 但是他又很懂得用無形的手法 你知道雙子還有讓你感覺到在整你 可是雙魚是你一點都感覺不到 譬如說他會跟你做朋友 然後會從你那邊打聽 譬如說他會說 你沒有男朋友啊 要不要我幫你介紹 你喜歡我老公這一型的嗎 你看這話裡面一點傷害性都沒有 但是已經隱隱約約讓你覺得 有一點點什麼不對勁的事情 受到威脅的感覺 對 女生如果也有心思的話 馬上就會覺得這女生好像知道 而且雙魚座 他會非常面面俱道地圍住他的老公 譬如說他老公去哪裡 他就去哪裡 但是他去了以後又不干涉他 但是他如影隨形 你會知道你看到他男朋友 就是會看到這個女人 他永遠在他身邊 但是又離他100公尺 然後你就有點 不知道他有沒有被監控 他有沒有被監控 可是你只要稍微有一點點 靠近他老公 他馬上就出現 Hello 有什麼事要我服務嗎 那一種非常好的服務生 就是他在外面還是會 非常給他男朋友面 沒錯 男朋友也不會覺得被監控 但是你已經被監控了 而且雙魚座 他如果不是很瞭解 你交到這群朋友 他就會深入地 跟這群朋友打成一片 發現很安全他就會退出 因為本小姐 也沒有那麼多時間給你玩 所以這群很安全 那我就不來了 這樣子搞得我好像心機很重 真的嗎 雙魚又雙子 雙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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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 真的好厲害 他好多年 我這樣心機很重 我現在開始同情Chris了 原來如此 OK OK 真的嗎 對… 我不會 各位朋友 我只是… 全世界人都知道了 對… 一直很愛他而已 我只是一個弱女子 對… 可是我說真的啦 真的很多人在談戀愛的時候 一般人談戀愛 智商通常都會偏低 你們有碰過這種人嗎 我有一個朋友啊 他跟他男朋友 現在已經住到他家去 然後他們兩份 其實他們兩個人都有 各自有工作 對 然後我那個女生的同學啊 她每天早上就要六點半起來 幫他們準備早餐 給他爸媽吃 還有他的弟弟姊妹那些 然後晚上還要準時六點半 回到家去煮飯 我說你在幹嘛 你每天這麼早起來 而且你有自己的工作 對啊 對 還要幫他們家打掃什麼的 我就說 為什麼男生不會來幫你嗎 他就說不會啊 他是農家婦女嗎 他就很干預 我說為什麼這樣 還可以跟他在一起這麼久 而且你知道這樣是台傭嗎 對啊 是請傭人回到家裡嗎 而且他們還沒有結婚 重點現在男朋友 對他好不好 好不好 其實就是很一般 而且他在掃地的時候 他男朋友其實也不會來幫他 拖地什麼的 他還願意這樣子 對 我就不懂他在想什麼 而且他們又還沒有結婚 起來很年輕啊 跟我一樣大 真的 對啊 我覺得很誇張 但後來那男人有沒有娶他 沒有 他們現在還在一起 只是每天就六點半要準時回家 然後早上六點半就要起來幫他住 就他有肩餐就對了是不是 對 我介紹給我兒子 我介紹給我兒子 雙子 雙子 蛤 苦命女 雙子座 等一下 那女孩子 黃老師 我介紹給我兒子 我兒子水瓶座 那很合啊 來我家一些打掃 來我家煮早餐給我兒子 黃老師 你是想要有一個人 你先這樣說人家會怕 也不是啦 不是說這樣打掃完就去那裡打掃 他直接不是打掃 他要煮早餐 第一端出黃老師 人家可能不想來 然後看到那個女生的媽媽 喜不喜歡黃老師 對 這個這個 搞不好那個媽媽就願意這樣 你跟妳同學講一下 黃老師的兒子房子多少豆 又會算命 又會算命 沒事對不對 而且他一定挺起伏的 現在在讀博士 現在在讀博士 讀博士 好笑喔 這可以 可以幫他做作業 賣電話留給我 自己先搶 黃老師現在搞得很急的 對 因為他找不到用人 不是 我們要抱孫子 我急急在抱孫子 對 黃老師我也不錯 對 這個不錯 黃老師 不錯 剛才講那個不錯 不錯 六天就起來 就早餐 最需要早餐 我做公婆的就是要吃早餐 對嘛 沒有 現在找不到這樣的女孩子 很少 很少了 我跟你講 這種就是我們常講的笨女人 所以黃老師很需要笨女人 笨女人 所以他在這一題 他會很盡興地講 而且很專業地把他講完 到底什麼面相特徵呢 是感情中的這個比較笨的女生 來 我們講笨女的很多種 長相感情就笨了 但是我想不是講台庸的這種笨 我是講另外兩種 一種就是 會養小白臉的笨女的 好 我們看一下 這種長相特色有什麼 我舉出四種來 那任何一種有 它就有這種可能性 或者有這個嫌疑了 第一個是 眼後有志 眼後 那麼就是這樣子看 就是眼睛的後面 就是所謂的夫妻公 眉毛眼睛的後面這個地方 那這地方如果有志 常常會來電錯誤 或者放電錯誤 其實我們放電 放電給年輕的男孩子是可以的 但是問題這個男孩子 是沒有出息的男孩子 那就是錯誤了 不是年紀輕的很好 好用嗎 就是溫度四種 體力比較好的好用 只是他沒有出息 他完全覺得賴著你 吃喝自己不去找工作 那當然就是不對了 對 好 這是第一項 第二項呢 是 好 這是第一項 第二項呢 是感情線的尾端成為T型紋 是怎麼樣的狀況下 看一下這個地方 就是感情線的尾巴 這樣子 這個我們稱為叫T型紋 沒有 那麼這個T型紋很奇怪 這種女人 那我去看過 她們沒有 她們沒有 那我有沒有 妳沒有 我剛在錄影前有看過她們的 她們沒有 可是她男朋友就是個白臉 妳知道嗎 可是她男朋友就是個白臉 妳知道嗎 她就是小 她是白人 妳知道嗎 而且最重要我剛才講過 小白臉沒關係 不要說她沒出息女去養她 所以這個才算是我的這個 對啦 是許淳美的那一種 講那麼清楚 你倒是 許大姐的那一種 那麼這種也是說 這種女孩子她喜歡年紀小的 跟剛才是放電錯誤 有點不太一樣 她就是喜歡年紀比她小 想要照顧她 那最好她都沒有工作 天天陪著她 她努力工作來養她 這是心態的問題 對 好 這個是屬於首相 是 那麼第三項也是首相來看 首相呢 是結婚線往下又分叉 我問一下我們的結婚線在這邊 感情線的上面就是所謂結婚線 一般結婚線都是平的 那她結婚線往下 往下的意思 就表示她交往的男朋友 通常條件會比她差 通常條件會比她差 條件比她差 那完全是一種主觀的認定 例如說她的社會地位 她的收入 她的工作比她差 那差也沒有關係 問題她又分叉 韋汝有沒有 剛才我沒有 她沒有往下 她有點分叉 但是沒有往下 那最後還有一項 就是說通常會養小白臉 在她的長相特色裡面 她會有這樣的可能性 就是嘴巴一定要大 眉毛會比較濃一點 這種比較可能 因為她是站在強勢的地上 小白臉就表示她是喜歡 一個弱勢的男人 我有耶 她本人會比較強勢 我眉毛狠 她比較有可能去做這件事 而且我嘴巴也不小 完了 這不是必要條件 一定要強勢 這不是必要條件 我剛剛一直講說 有這個可能 有這個可能她才會去喜歡 年紀輕的男人 是這個意思 好 這個是第一種所謂的 笨女人 我們還有一種笨女人 更糟糕的笨女人 這笨女人是怎麼樣 就會去痴痴的等她 負心汗 表示她負心汗 是已經不會回來了 根本就已經把她拋棄包裡了 她還在等她 對 這種覺得是很慘的一種 好 我們也是一樣 用剛才有一些對照的作用 來看她的狀況 我不可能等 我等不了 我也等不了 好 我們現在第一項 就是下眼眶 是什麼叫下眼眶呢 在眼眶裡面注意一下 就是這個地方 下眼眶這一帶都算 眼睛裡面嘛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不是眼睛裡面 是眼眶 眼眶 眼眶還是肉 肉的地方 在眼眶的地方 有人是說她皮障比較不好 另外一個意思 以中醫學來講 是 會不會影響視力啊 倒還不會 第二個意思呢 也有人說這個叫 為什麼愛哭 就是痴痴的等到哭嘛 當然是 一顆眼 那個淚珠在那邊 對 愛哭痣 就是好像一個眼鏈 就丟 什麼 黏在那裡 黑色的就對 當然是黑色的 紅色都落空 我這個因為是畫得清楚一點 是紅色 事實上是指黑色而已 而且這一代也沒有紅色 我沒有看過紅色了 通常就是黑色 所以說要哭嘛 要哭 為什麼要哭 說不定要哭一聲呢 說不定哭了幾十年 人家就是沒有回頭了嘛 對 好 這是第一項 第二項還是一樣 跟剛才一樣對照 我們用首相的感情線來看 那這時候的感情線不一樣了 感情線有導紋 又有織紋 要同時成績才算 同時成績 好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圖 就是感情線它有一個導紋 只有導紋不算 導紋這個地方又要往下的分擦 剛才我看韋如 韋如他有導紋 但是他沒有往下分擦 沒有分擦 所以不是啊 他只有導紋而已 那這導紋的意思是 剛才我跟韋如說明過 就是你在 因為你現在還年輕 你未來小心會遇上一個 你不應該愛的人 但是你倒不會到這種 痴心的等待的狀況 這個往下 還要加上往下的線材 雖然那你沒有 所以我就是愛不到對不對 可能有這個可能 好 因為有時候是不小心會碰到的 但是他本不會 這麼笨的這樣子下去 對 那還好 可是看到不對勁 趕快就溜了 沒錯 好 第三項也是用結婚線看 就是結婚線呢 現在是往上了 剛才記得是往下了 對 所以是往上又分擦 往上又分擦了 往上分擦的話 其實也是這個本人 這個女人 她本人主觀的認定 對方很好 對方什麼很好 可能她長得外表很帥也算 或者她很有地位 或者她各方面條件 她非常的想 就是很欽佩她 崇拜她 但是她是分擦的 表示不可能的 人家根本就走開了 人家呢 可能當時只是一陣子 跟你在一起 之後人家就掉頭就走了 可是你還在痴痴的等著她 這個是第三項 那這三項只要有一項重的就算了 那麼第四項也是一樣 剛才相對的就是一個比較 就是這種人比較有可能 去等一個復興漢 怎樣的一個人呢 嘴巴小 因為現在是她站在 跟剛才相反 這是她站在弱勢的立場 她等一個很好很棒的男人 對 在她心中認為 一直等一直等 她是很弱勢 弱勢人通常嘴巴就會比較小 比較小 眉毛比較細 就是比較覺得是一個很可憐的小女人 在等著你 這個意思 沒錯 這以上請各位做參考 因為我覺得真的 你一直在等待那些復興漢 對不對 這個沒有讓自己好起來 然後再走出去 對你來講都是一種損失 其實你要去期待一個新戀情 對不對 要看一下如果說有好的這個機會 大家要去把握一下 我相信在座兩位 也希望可以找到新戀情 對不對 非常想 很想對不對 很想對不對 很急喔 你知道姐姐不像你這麼年輕 很急就對了 你知道姐姐不太年輕 對 所以趕快進行 我們今天的這個色彩占譜呢 帶來告訴大家 在2006下半年呢 你到底會不會有新戀情啦 那你們是要從這四個顏色當中 選擇一個你們最喜歡的顏色 然後呢 憑你們的第一個直覺 選擇第一個組合 然後你們喜歡的 OK 好 第一個顏色呢 就是那個粉紅色跟橘色嘛 對 第二個顏色是粉紅色跟紅色 第三個顏色是橄欖綠色跟粉紅色 第四個是綠色跟橘色 OK 好 來 柯一柔先選一個 三 三 三 橄欖綠跟粉紅色 對 然後魏如 我喜歡二 OK 粉紅色跟紅色 OK 唐老師 我選三 三 橄欖綠跟粉紅色 黃老師 四 綠色跟橘色 橘色 是不是 OK 好 那換我 你需要選嗎 對 你不能期待啊 我無所謂啊 所以我沒有壓力 我想選三耶 好 對 橄欖綠 對 好 我們家多人選三 選橄欖綠色喔 對 因為我沒有選過啦 對 那我們就先從黃老師的開始 如果觀眾朋友們選到的是 綠色跟橘色的人 你下半年的桃花運是怎麼樣子的呢 會有新的戀情 但是要小心 對方對你的愛不夠真心 一定的耶 或許是你對他不夠真心 這個當然滿意 滿意 有就好 對啊 妳看著黃老師 他會有桃花 怎麼可能是真心的嘛 有人喜歡這樣的畫型 有人喜歡這樣的穿著嗎 不要鬧了 也許是黃老師不夠真心 我好像是施奶沙手 對 不是我們這種型的 對 不是我們這種 林萊博性 是衝著他的錢來的嗎 這是衝著性 妳看 妳看 是黃老師衝著性 是對方衝著性 那他的桃花是男人嗎 可是對方 可是對他 對方喜歡他的話 可能就是他的名氣 他的錢財 他的個性 或者是他有一些東西 是對方值得去索取的 所以對方會像西斜鬼一樣 去索取他 可能繳不起學費喔 真的 就是用身體償還這樣子 老師 我就是用身體償還 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跟你帶 老師 不然這樣子啦 妳看一次算命喔 我用閒褲來渡啦 他可能可以算很多次 那一定上社會版了 一定上社會版 對 不要去那家榮園就好了 一定會上社會版 OK 選這個人的 選這個的話呢 就是可能蒼蠅蚊子 就會到處飛啊 所以呢 如果你有心戀情的話 對方對你不是真愛 所以要小心 OK 好 那我們就要從 1號好了 從1號開始好了 如果觀眾朋友們選到的是 粉紅色跟橘色的人 你下半年的桃花運是怎樣的呢 會有心戀情 會遇到能幫助你成長的人 對 那如果有對象的人啊 可能他就會遇到他生命當中的一些 可以聊天 可以幫助他們的一些伴侶 但是就會有一點點第三者的問題了 所以要注意 那 真的 那如果沒有的話就恭喜你 你在這段時間呢 就會遇到一個很有責任感 而且溫柔的人 這個人有可能呢 是比較成功的 而且 他會表達他自己的想法的 所以你們是很能溝通的 所以你們是很能溝通的 那我們要看到 觀眾朋友如果選到 第二個是粉紅色跟紅色的人 像韋汝 對 下半年的心戀情會是怎樣的呢 不會有心戀情 會遇到只要信也要愛的人 對 真的假的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會不會其實是你跟黃老師 黃老師 我可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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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耶 可是我為什麼會因為黃老師的心 跟他白癡 怎麼辦 不知道啊 也許你就是要那種沒力的 對啊 因為比較快結束 有可能 不要受死太久了 我想要偶像 體驗的 黃老師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看到鼻子就知道 這樣有公信力嗎 對啊 有點危險了 有點開始危險了 好慘喔 這個很猛耶 這個很猛 只要信不要愛的話 就要特別注意安全 因為可能在這個時候 你真的會去怎麼樣 基本上是不會有愛的啦 好 好 那我們要看 最後一個呢 就是觀眾朋友如果有選到 是橄欖綠色跟粉紅色的人 下半年的戀情會怎麼樣呢 這個可以喔 還有我還有黃老師 來 不會有心戀情 只會維持現狀 那也不錯 對 也許你旁邊 維持沒有的現狀嗎 有可能 有可能 那如果有就是這樣子 有的話就是維持 跟現在伴侶之間的關係 那 這是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 加千 對啊 可以容應該吐血吧 我要談戀愛 沒有怎麼辦 我覺得沒有緣分 對 因為在這段時間 你可能忙碌於工作 或者是你的注意力 雖然很渴求愛 但是你沒有任何的機會 不會去認識到對的人 OK 好 這個提供給朋友了 那接下來呢 就要問一下我們的黃老師喔 從我們的下週運勢 這個6月12號呢 到這個6月18號 整個生肖是怎麼樣的 來 看一下 好 我們看一下 下週12生肖的整體運勢 我們還是依照慣例 依照好壞呢 分為五顆星 四顆星跟三顆星 是 五顆星就是運勢最好的 這個四顆星其次 那三顆星可能就比較差一點點的 我們從三顆星的開始來揭曉 三顆星的第一個生肖 是屬馬的朋友喔 屬馬呢 因猜疑而和另一半爭執 那這另一半的意思呢 可能是未婚的情人 或者已婚的夫妻都算了喔 那這個猜疑呢 可能你認為有第三者啦 或是他另外還有什麼 隱瞞你的事情的 這樣的爭執 對 但是就是一週就過去了 你把它誤會解釋清楚就好 好 三顆星的下一個生肖 是屬牛的 來 小心 請貴重物品要收藏安全 可能丟了 或者被偷了 或者是你沒有注意到啦 忘掉了等等之類的 注意下一週 你有特別這一方面的狀況 重要的東西 貴重的東西 對 那男朋友也是很貴重的東西 小心一點 我們的家間 他會胖子喔 人大人大政 走起來 好好看喔 黃老師是真的說走起來 我們看現在第四 在下面一個三顆星的生肖 是屬蛇的 言語太開放 下退追求者 請你講話小心一點 好老師 不要因為沒有 你之後言語就太開放 來喔 來喔 這樣也不對啊 沒有 我都不是講來喔 來喔 我都說要不要來 對 這樣嚇到了 還可以再選擇就對了 真的會嚇到 還是我去 我去好嗎 我看我還是不要講話比較好 好 三顆星的下一個生肖 是屬狗的朋友喔 你暗戀的人已經明花有足 或者明草有足 所以你是三顆星 滿倒霉的 滿倒霉 下個禮拜 你自己也很悶 對 好 其實我們下四顆星的生肖 四顆星的第一個生肖 是屬老虎 檢討公司內用人的計畫 這通常是以公司內的主管或老闆 如果你不是 你就不必擔心了 或者是你一個小小的單位的主管都算 這位用人計畫包括 這個人要不要採用 或者這個人可以不可以用 或者公司內部人員要不要縮減 還是增加人手等等之類 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因為是六月份的關係 六月份正好很多新的人員會替代 那麼學校畢業的人也會來應徵等等之類 好 我們看一下四顆星的下一個生肖 是屬老鼠的 上司特別注意你的工作表現 就是下個禮拜 你可以說倒楣也對 說好也對 你說不做事偷懶 下個禮拜這一週裡面 老闆特別看你 特別注意你 有沒有在做事情 如果你很賣命工作的話 正好你想要求表現 也是一個很好的表現的機會 就是這時候 下個禮拜你要注意 人家一直在盯著你看著你 好 四顆星的下一個生肖是屬老 不可輕率做出任何的承諾 當然這個承諾一做下去 可能就是破財破的其他的 各種失敗的狀況 真的這麼嚴重 但是他是四顆星 就表示我們這只是建議他 或者警告他 叫他不要輕率 結果他應該是沒有輕率的 如果輕率的話 他應該跑到三顆星了 他大概是因為受到這個 他有謹慎 謹慎了 所以他四顆星表示還好還好 好 再下去四顆星的下一個生肖 最重要是屬羊的朋友 事情太多 那麼時間不夠用 可能就是太忙了 對 太忙了 忙的時候你就不知道怎麼分配 還好 你沒有做到什麼壞的決定 就OK了 好 那我們下面是五顆星 五顆星的生肖 第一個 好 那我們下面是五顆星 五顆星的生肖 第一個 這個生肖應該是裡面最好的一個 所謂最好是看站在什麼角度 是 如果是未婚者的話 他真的是最好的 在這個下週裡面 對 是屬雞的朋友 在社交活動中遇到良緣 最想要談戀愛 這個是最好的 對 就是說你可能在宴會裡面 或者是其他的什麼聚餐裡面 對 你遇到了良緣 所以如果沒有這個男朋友女朋友的 你盡量要去參加一些活動 才有機會 對 你不如參加機會 天上掉下來 對 所以這個是對未婚者 站在這個角度來講 他應該是所有裡面最好的 是 好 五顆星的還有一個 還有的生肖 我們看一下下一個是 屬豬的朋友 和家人共同寧定暑假計畫 正好現在暑假就到了 對 全家在一起一定增加你們之間的感情 任何的小孩子也參加意見 但說明大家更有那種 蠻好的 獨立的思考參與感 是 好 五顆星的下一個生肖是 屬兔 和情人多嘗試各種的活動 那這活動當然就是 表示你們情人之間 一定要這個關係更密切 感情更好 可以做什麼 戶外的活動 水上活動 打球 甚至文藝的各種活動都可以 好 最後是五顆星的生肖 就是這前面都沒有出現的 是屬猴的朋友 工作上左右逢圓 那麼如果對 以工作為主的人 這個應該是最好的一個生肖 在下週來講 對 他可能有遇到貴人 升官 工作的調動等等之類 都非常的好 好 所以這個委屋要小心一點 那個捏屬牛 好 那看完這個十二生肖 整個運勢呢 接下來趕快來看一下 這個六月十二號到六月十八號 在十二星座 整個運勢是怎麼樣的 其實老師來告訴大家 我們來看一下 每個人都要注意自己的太陽星座 跟上升星座 上升星座就會跟運勢比較有關係 太陽也是 那這個乙柔呢 你是天秤座 上升在天蠍 是 那我們的那個 寶玲老師上升也在天蠍 所以你們看到天蠍的時候 就要注意看一下 然後還有你是太陽獅子 那韋如呢 你是射手座 上升是在雙魚座 我們就來看看大家 各自的運勢怎麼樣 那打雷閃電有兩位 太陽上升如果落到了 巨蟹座 像黃老師就要特別注意了 容易被人遺忘 心情就受到影響 剛剛已經開始了 我們覺得它是空氣 這是空氣 對 比如說 這個大功一件 大家在那邊分獎金的時候 它怎麼被忘記了它的功勞 某一件事是它做到 你怎麼不記得了 對 類似這種感覺 這其實是很差別待遇的感覺 好 所以心情上就會受影響 戰鬥力也會有點減退 第二個呢 是太陽上升落到了 維如的射手座 與前輩溝通不良 說不定要注意一下今天的溝通問題 也許是雞同鴨醬 也許只是那個話語的感覺不對 那這個溝通不良 當然射手座就要多忍耐了 因為對方是前輩 對 不是講道理的了 好 我們來看 雨天有兩位 太陽上升落到了 雙子座的話 這樣嘉芊要注意了 受感情牽絆或心軟 都是比較感性來作祟 比如說類似 有人來跟你借錢 你也在那邊心軟 我曾經跟他很熟 他曾經幫助過我 可是明明就是一件很麻煩的事 對 這一類的麻煩會因為你的心軟 而沾上來 那另外一個是太陽上升落到了 摩羯座的話 那這個當心健忘耽誤事情 所以摩羯的朋友 一定要任何事情能寫就寫 能記就記 然後再三地確認 否則的話問題還會蠻大條的 才會讓你雨天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陰天的有兩位 太陽上升落到了 金牛座 黃老師注意一下 心情容易低檔 需要調適 所以這個禮拜可能黃老師 因為你像女生夜今來這樣子 心情很容易哭好啦 對 不要小看男生 總之感覺一直被忽略 男生也有那個月事來的時候 就是也有他 對 也有心情的名朝起 對 也有 沒錯 沒錯 就是好像很容易提不起進來 或者是聽到一些話 人家如果一點點拒絕 他就說好 那算了 那當然很多事情就會卡在那邊 動不了了 對 好 另外一個陰天 陰天就是太陽上升落到了 雙魚座 對 像韋如上升 身體狀況耽誤事情 所以的確身體要注意 雖然你是最年輕的 可是也許有些地方 已經要開始小心一下了 對 好 免得他出現了讓你 譬如說 今天怎麼會水腫呢 不能上通告啊 或者是 為什麼忽然腰痛成這個樣子 就是慢慢有一些徵兆出現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琴石東雲三位已經漸入佳境了 太陽上升落到了 獅子座 像寶玲老師 石來運轉 有轉機了 不管你需要的是什麼樣的轉機 都好好的把握 自己去發現一下 因為其實運氣開始在好轉中了 那另外一個呢 是太陽上升落到 天蠍座 這樣可以的喔 你還有我 運氣穩定 持續看漲 所以是穩定中上揚 所以那個上漲呢 是看每一個人的行情了 譬如說 你已經開始跟 譬如說去演戲的 開始跟劇組越來越熟啦 然後你來上節目 越來越清楚狀況和流程啦 所以運氣就開始好轉當中了 真的很轉 因為我現在正在安排新的東西 然後我真的有新的規劃 所以就真的有擴展 真的有擴展 對 有擴展 所以這個時候應該就很穩定 那個局勢很明朗 然後另外一位其實多元是太陽上升 落到了水瓶座的朋友 表現 能力都受到肯定 也就是別人看得到你的努力 然後又會給你一些事實的鼓勵 跟掌聲 晴天的最好的有三位喔 太陽上升落到了 牡羊座的話 機會來臨大翻身喔 所以這個翻身呢 是你所夢寐以求的 或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轉機 然後如果說你是focus在感情上面的話 嘿 你終於跟他有什麼三天兩夜的相處 這一類的喔 那個感覺很好 另外一個呢 是太陽上升落到了 處女座的朋友 嘉天上升的處女 是 巧手轉換新情勢喔 所以不管是巧手就是形容你的心很巧 或者你工作能力很巧 所以使得呢 事情有轉機了 比如說長官來上班 你幫他做了一件什麼事情 讓老闆渡過那個難關 這開什麼玩笑 這叫重點時刻的重點表現 真的喔 馬上就有這個翻身的機會了 另外一位是太陽上升落到了 天秤座可以 好好喔 挑戰自我更上層樓 所以可以有 比如說放得更開啦 表現得更好啦 然後給自己一個突破 然後你會贏得別人的贊賞 所以太陽上升落到這幾個星座的朋友 在6月12到18 可以參考一下這個運勢喔 OK 這個要恭喜兩位其實還不錯啊 今天像這個… 除了韋汝 除了韋汝 一個在這裡一個在這裡 對 比較偏左邊 比較偏左邊一點 不過沒關係啊 就是一個禮拜的時間 好 那要恭喜… 好過去就好 對 那恭喜以柔啊 其實今天喔 這個… 很多次都還不錯 除了不會有精煉幾隻 搞不好就是這個不錯 對 也許都要努力工作 沒錯沒錯 那今天謝謝兩位來到我們的節目裡面 謝謝… 謝謝… 謝謝三位老師也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謝謝 劉志看蕭淑勝蛇吻實況重現 對不對 你說什麼 沒有 我跟蕭淑勝 因為是真的以前工作 所以默契太好 所以覺得就很自然 那個已經變成好像是一種 很自然的動作 工作對不對 但是是沒有感情的 對不對 對 所以觀眾朋友會很想要再看 尤其是開語的說 為什麼我這裡沒有 福利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為了就是讓你也舒服 對不對 不用跟我… 不用再跟我親 對不對 因為觀眾要看 你舒服 不用跟我親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男女別館那個畫面 調到這裡來給大家看 感謝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你現在比職 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